這個錯誠起勤力 可以說就是這輩子不浪 只是試過對峙 世界平民第一的奧索 在10個之後 其他的賽事方面 完全是以3比0擊敗的四球裏面 先看看現場方面的賽事 首先發球就是上屆的世界冠軍華納 華納的打法就是拜公結合胡圈 主要的優點是正手攻球 畢竟現在的儀己和經驗 都有這麼大 馬林如果要贏這場球 就一定在戰術上要很靈活和很清晰 希望將他調到反手 然後再押他正手 這個戰術應該對他來說是一定的威脅 在比較雙方打法上來說 你覺得馬林在打法上 可不可以押制到一個以拉回圈出名的華納呢 馬林和劉國良比較 可以說都是有點相似的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 劉國良打魁德內爾 就是有一手的 魁德內爾的黑聲可以說是劉國良 我覺得馬林如果在這場比賽發揮得好的話 都可以力黑他的 因為馬林最近這一屆比賽表現得很出色 在賽前曾經揚言自己 起碼到最後藍單四強方面的馬林 果然達到這個目標 他現在的目標當然是希望再上一級去到決賽裡面 甚至乎染指藍單的金牌 而這場組剛開始第一局的賽事 在現場的賽事方面來說 看見馬林在這個分數上 仍然是緊迫著艾德內爾 看來看艾德內爾的神情也很凝重 可見他對這場比賽的重視 馬林在這場比賽的重視 馬林是一個反貼的直板快攻 結合這個選手 馬林在賽前曾經談過 所擔心的重視 就是馬林方面 可否應付到這麼沉重的壓力 因為這一行的錦標 在上一屆比賽 中國是男子單打好像四強都不入 所以在這屆賽事方面來說 蔡振華總教練 希望可以集中火力 令中國重奪 失落了一屆的藍單金牌 是 對付艾德內爾的戰術 就一定是壓著他 反手 然後調動他走 因為艾德內爾在比賽中 他走動相對來說 是比較慢些 分數方面拉得很緊 現在是六比六平手 正手攻球的命進率相當高 他一般主動的球 過他正手 他是十拿九穩的 看見是正手過面 可以在幾分球裡面看到 艾德內爾真的非常穩陣 很少有出錯的情況 頻頻是拿分 一下子聯絡兩分是領先的8比6 現在馬林這幾分球 看他還挺守緊的 還未好放得開 轉發球 到馬林方面發球 就是落後6比9 艾德內爾在最後 他四強的六途上 可以說是驚擊滿途 每一場球 都是經過苦戰才能夠晉級 包括在上一輪賽事 是3比2 淘汰了孔領輝 是3比7比9 作為一個高水準的球員 在這麼大的世界比賽 一級一級遇到強勁的挑戰 對他的心理和技術的運用 反而還有一些好處 雖然在今屆賽事 很多人說 已經是年紀太大了 很難在今屆賽事方面 有任何的作為 但是他的表現已經是 令到批評他的人 全部都是跌倒眼鏡 他能夠站到今時今日的 這麼高水平 主要跟他的打法有關 他根本跑動不用很大 主要是兩面技術的水平 平均和扎實 二位不用那麼多 如果他的走位 像金澤豬一樣走 體力的消耗各方面一定很大 如果對付馬林 對付這個蟻德內耳 亦都是要這樣吊動他 一定要將他打開 等他疲於不命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拿分了 對上來是10比9 好可惜 紅網出街 變成了二人 是兩分球落後給蟻德內耳 蟻德內耳 對上一輪的四強賽事 八強賽事方面擊敗了 孔領分是3比2 在之前的十六強賽事 都是經過五局的苦戰 才贏了八局方面的勒鼓 一般主動的球 過度的球 真的不著數 給他正手 十拿九穩 相反 如果把他走失了位 或者自己主動進攻的時候 這個球就不怕打到他的正手位置 對了 壓住反手 壓住反手先 給他彈 看來雅琳都不敢側身 這球很明顯 一直一直防著對方 臨時的板 是想轉線的時間 已經被對方壓得住 角度太刁轉了 高 接發球太高 接發球太高 這場賽事 暫時還未見到馬林 是發揮到他的快的特色 嗯 始終是經驗較豐富的 艾德內爾 在十年前 這個差不多的時候 已經是第一次 拿到自己的世界冠軍 好球 好球 但這個接發球太危險了 太高了 四分的差距 好球 漸漸漸打回熟手一點 順手一點 馬林 原來是夠膽起板 夠膽打 在今屆賽事方面 我們可以說 見到這麼多位 中國的籃球員 中馬林的表現狀態 非常好 維持得很好 她之前已經和張瑩瑩 合作拿了 混合相打方面的金牌 上攻 走得慢 十九歲的馬林 來自遼寧省的瀋陽市 雖然一直壓著艾德內爾方面的反手 但她的反手方面 可以說手感很好 輕輕轉線 亦是拿多分 將分數回來 有五分 喊德內爾 真是經驗老道 將節奏完全控制著 亦都不跟你搶 特別在發球 那裡 就拿到不少機會 好 好了 終於連失了這麼多分 之後 現在是拿一分給自己 看看她的發球 大家正手對攻 一邊線就贏了 一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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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德內爾的正手 變回她的反手 第一下變反手 已經是能夠拿到分數 希望她能夠繼續調整 這個目標方面的進發 雖然你落後幾分 但是都要盡量追 贏不到這分 都要將這個經驗 和球路摸索回來 好球 慢慢熟一點 先猜拳一個短的 找到機會 就大板扣殺 最重要就是接好這個發球 側上船 猜拳回轉球 還有 這些真是好球 反應要快 步伐也要快 這分球 就喊德內有點大意 現場方面來說 中國有中國的擁緊 喊德內也有自己的支持者 所以兩邊是拉著鬥嬌 這分球可惜 這些戰術就是 使喊德內爾摸不到 原本她準備去側身位攻 誰知馬林插回正手的短球 所以她亦沒有準備去進攻 又是正手短球 出擊會球 被馬林打 慢慢打 兩板 三板打中間 打反手 四 五 打到膝蓋子 戰術很明確 一直朝著喊德內爾方面的 反手方面進攻 如果她打到正手 她一板就會打回頭 她會打回頭 現在打來 喊德內爾越打越小心 都是有些球穩的心理 沒錯了 十分正手很短的 這分沒有了 太高了 第一板 第一板的折發球值得不錯 放一個短 正手很短的位置 但是第二板就是 猜得落點 以及高度控制得不好 太高了 好 今年33歲的喊德內爾 已經持平了球彈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也可以說 在40屆開始 已經看到她的揚威 世界賽事 所以馬林 在今年的比賽中 才可以說叫做 異軍突起 16、20 危險了 已經到了這局方面的決勝分 回那個位置很漂亮 回到馬林方面的正手位 角度很刁鑽 16比20 17、20 好球 好球 球路多一遍 戰術很明確 其實這個打法 就是已經 為馬林 本身獲得好幾分 是中段的折發球 輸了中段的折發球 處理得不好 好球 追上兩分 希望她能夠再追上兩分 側身拉的 好球 一直防著馬林方面 打她的正手位 改完這一刻 防得到了 艾德內 是先以21比18 是贏到第一局 領先1比0 好球